大家好 现在是 早上 11点30分左右 我们来看看 这个Talk Graph 你现在看的是 LearTime的 是40时的操作 嗯 昨天呢,我就讲了这个Hata 的一些短线的操作 这样今天 就讲另外一个 就讲Talk Graph吧 讲一下它的短线的 这个图表 看看有没有机会 赚一个咖啡钱 记得,你一定要看回我昨天 跟过去两个礼拜 所有手套股的视频 这样呢 你才知道我要讲的东西 你才可以 把整个布施串起来 不然的话 你听不听一半 不听一半 害到你亏钱 就不好意思了 嗯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这样你就大概知道 我是怎么用这些指标去做判断的 首先 右边这个就是 罗伦伯伯伯伯伯伯伯 就是这个史专的整个画面的这个 图码缝 蓝色线这条呢 就是VVAP 这边里面有一个 section 就是当天的 这个图码缝的形态 而你看到的就是15分钟的 是一个蜡烛是15分钟 而这边每个section呢 就有个红色线 这个红色线 就是当天最多人交易的价钱 ok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今天其实是ok的 呀 他老实说呢 他已经是涨上了今天的这个POC 也涨上去了这个VVAP 今天这个 涨上去了 而且更好是说 他连昨天这个 这个是昨天的哈 也涨上去了 所以表现是不错的 前天的时候更加是涨上去了 呀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 我这边画的条线 这条线就是对应这个应该是 前几天的这个红线 这边呢 有一大堆的套牢盘 呀 so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什么 如果他短线里面有机会涨上去 这一条线 也就是0.82 这个呢 就是一个短线的马路讯号 0.82 现在价钱大概是0.8左右 还差两分钱 呀 等他有机会突破这条线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的 超越了 全部的这个红线 超越了全部的这个蓝线 这些呢 这些呢 头马峰呢 这些全部都是他的这个支撑盘 而这个呢 他既然已经是进入了 啊 就说已经有人开始在赚钱了 套牢盘呢 就已经是不稳了 呀 很可能他们就不会卖了 因为很价进了嘛 啊 你看这边是最高是8.5 你已经是突破了8.2 差三分钱 这些本来打算卖的朋友呢 可能也不打算卖了啦 就是去hold住 就是这一板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他涨上去0.82 是一个短线的马路讯号 就是这个原因 呀 当然 这个肯定要在收盘的时候 涨上去啊 没有涨上去的话 就暂时不要看他 有机会涨上去吗 啊 这个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0.8 差了两分钱 呀 呃 我这边上面呢 有一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大概是0.89 这个是我在看这个热图的时候 Daily Chat的时候画出来的 嗯 算是一个前稿吧 0.89肯定是一个 算是个长期的这个 主力线 呀 突破这个0.89 也是一个 马路讯号 没有人力突破去 又撑回来 就是一个卖出讯号 所以现在意思说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买在0.82 目标价就是这个0.89 呀 看他有没有机会达到 呀 那首先要涨上去0.82先 没有涨上去的话 就没有息 OK 这个就是我对Totcroft今天早上的一些 分享 并不是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讲多一点这种短线操作的话 你就在留言区里面给我知道下 呀 呃 每天选一个来讲吧 也是不错的 呀 你给我知道下 下个星期的时候你要我讲哪一个手套股 四大天王其中一个 短线的 我已经讲到Hatta 我已经讲Totcroft 呃 看下吧 下个礼拜要不要讲Cosan呢 OK 给我知道下 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当然加入我的频道 也可以参加我的会员 只是需要请我这杯咖啡 谢谢大家